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前面我们探讨过 2.4空置器的一个工作盈利 以及举出一个实际的应用力 那我们这次的课程 我们就要继续讲一下 3.4的控制器它的工作盈利 以及我们举出它实际的一个应用的例子 2.4的控制器虽然构造简单 但它的缺点是所控制的输入 控制器间的质量流或是能量流 只能分成两集 也就是说不是通就是不通 也就是on就是off 这使得控制变数的变化过大 控制进度也不高 只能用于要求不高的一个控制系统里面 2.4是非常适合的 当然这个控制进度不高 也是它的一个缺点 所以就有人提出所谓3.4的自动控制器 它可以调整变数有三个值 比中间至少还有一个弹性值在中间的位置 第三个值通常选择质量流或能量流 刚好一种流量的50% 进入控制期间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加热保温或是关闭 多了一个 就是我们一个保温的一个情形 类似要我们这些电锅什么 就是保温的一个情形 类似这样一个观念 但也可任意选择其他的值 三十六十或是一百这样子一个方式 这样可使控制器的开关频率会减少 控制物它也得以减少 也就是说控制进度会比2.4的还要高 右下图是一个3.4的自动控制器的一个区块图 它的开关情形分为三段 当控制物差XωW的时候 大于A的时候它是O的状态0% 好 那因为本身它这个会线性 我们前面也提过 没有五小型来表示 那当XW介于-A跟A之间的时候 Y的输出是介于这个0%的部分 当我介于0到100之间的第三值 也就是说只有一个部分的质量或能量输出 当控制物差W小于-A的时候 按的情况Y的输出才是100% 我们可以从右下角的这个图里 我们看得出它的一个输入 与输出之间的一个关系 3.4控制器也可以有开关无差 目的以2.4控制器一样 是为了增大开关的功率 增长开关寿命及减少开关的一个 开启的一个频率 你像2.4就是以50度为主 如果再被50度上在跳 我们开关频率过高 就像前面我们提到这个印度 它可以在255度跟275度之间 才做改变的意思是一样 好 那以下这个图呢 就是呢 左图这个 是一个没有开关无差的 的情形 那右图呢 是有开关无差的 我们看一下 它的三点呢 中间呢 向下的 跟向上的位置呢 它们之间呢 会有一个误差值 就是所谓的一个 延迟的一个时间值 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所谓的 就是电影斗呢 有10度的一个误差值 那同理呢 3.4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设计 YH呢 为最大的调整值 YHSTAR为中间的一个调整值 S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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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控制边数 这三下的一个应用值 好 下图中呢 为酸金属变的 这个2.4的温度控制器 改为3.4的温度控制器 图中显示 有两串的一个 那个串列的一个 加热电阻RE 及R2 单位调整机构 在开始加热时呢 只有电阻R1呢 发生作用 因此 电阻小 电流大 热负荷大 当专举组变的 接点同变呢 在中间位置的时候 RE跟R2串联 串联的电阻变大 通过的电流变小 热负荷变小 如果温度基地要升高呢 两电阻都不通 热负荷为0 我们从这个图呢 我们看得出来 刚开始呢 我们的这个输入呢 在左边的一个电影输入的部分 我们的酸金属片呢 接触到上面的部分呢 就是说R1跟R2 这两个呢 热电阻师呢 在做加热 加热它的温度 电力会比较大 当它呢 在一个过大的时候 它会贴到第二阶段 中间呢 这个部分 或者是呢 这个部分呢 它变成只有一个R1 在做加热 所以呢 它的电流比较小 那如果呢 再不行呢 它就往三跳 整个系统会切开 变成呢 这一个 完全是断止的 所以它有三个值 一个是 所谓的R1加了R1的部分 一个是R1串联R2的部分 第三个是 完全断开的部分 所以它是 三点的一个控制器 以3.4呢 做压力自动控制器呢 为例 除气容器B呢 由压缩机CP 提供给压缩空气 并由B不断地 输出压缩空气 给气动工具 或是所谓的 耗气的一些 器材 器具 除气容器B中的 空气压力B P呢 必须在不使 气动马达M0的 光明频率太高的情况下 尽量保持一致 在除气B中的压力 以八等管M来量去 这种管弹弹弹弹弹 压力机内 在指针立机的 散转在一个接触点KT 此外 在指针的左侧及右侧 有两个调整的接触点 KT1跟KT2 当指针在中间位置 是气动马达M1 一半的转速 带动空气压缩机 当处地朝的压力 高于所设定时 接触KT2 就会关上 压缩机停止 当处机中呢 这个压力第一所设定 最低压时 会接触KT1 关上 压缩机前运速音转 我们从这边呢 看得出来 那从这个 处机朝是V的部分 压缩机呢 在下面这个部分 有分成呢 100%的RPM 跟50%的RPM 跟0%的RPM 就是压缩机前转的一个 这个速度效率 那我们从上面呢 如果压力太大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上面这个M的部分 它都会接到哪里去 它就会接到呢 所谓的KT1的部分 那KT1部分呢 它就所谓的 这个呢 潜力来启动 那再来呢 会接到呢 这个中间的位置 它这样是接到中间的位置 后面呢它会接到呢 0%的部分 如果呢 这个压力太更高呢 它会接到0%KT2的位置 那我们呢 这个呢 压缩机呢 就不再呢 旋转呢 就是0%的这个RPM 因为里面呢 空气压缩已经过高了 利用3.4组件呢 可以使一个季温组件的正转 停止 及环转 这种设备 我们称为酸向控制器 如这个中间的图所化的一个情形 这个区间呢 是一个激温的一个区间 在右边的部分 3.4组件的输入辨识呢 为控制误差SW 激温组件呢 输入变数为IR 在调整范围内 任意的调整大小都能出现 马达可以在调整组件的 在任意位置可以关掉 调整速度只有三个 不连续存在的值 但大于A的时候前数 前数正转 再借以 互惟的A之间禁止 在小于互惟的时候 前数反转 这样的一个 两端次的控制 另外一个呢 三点字的一个 组件的一个应用 有3.4呢 在一个控制器组成的 多点式控制器 可以有三个 不连续的 调整的速度值 具有类似于 连续控制器的行为 可是它还不是 其实类似 它不是连续器的控制器 故称为类似的 连续行为控制器 以下我们 给出呢 3.4的 逐件的一个例子 第一个是 所谓的 漏工自动控制 还有 有感动 灵敏性的放大器 集性集点器 那主要我们 就针对呢 所谓的 漏工的自动控制器 做一个说明 此图呢 就具有3.4行为的 漏工自动控制器的构造 那第一个部分呢 控制漏工的位置 是一个凸轮的部分 当然第一个是 全部不开的部分 第二个是 A开关启动 第二个 第三个是 B开关启动 AV同时启动的 这种情形 刚好有三点的 一个不同的 控制行为的一个输出 好 上图为广望的应用的 构造上 且构造上有许多 不同方式的 漏工自动控制器 被凉度器所驱动的 一个水平方向里 移动的一个指针 可以在垂直方向里 被压动 利用一个小同步的 马达驱动 凸轮的机构 所探出 漏工周期性的 一个向下压 以指针位置的不同 开关有时被压下 触动接触 有时不接触 如图索室内 指针位置 当漏工向下压时 不会触动A及B 因此无开关作用 只有当指针位置 跳在漏工 与压板C 之间 漏工向下压时 才会触动 接触产生 开关的一个动作 按跟off 当漏工向上 又回到高处等待位置 接触C和D 然后保持原来的接触位置 此部分机构为操纵机构 直到漏工下一次再压时 接触C跟D 才会回到 它改变它的开关的一个状态 所以它有三段的一个心脑形式 那这个是一个基本的 它有漏工自动控制的一个 在左下角这个图 那一般呢 乘用银煤气炉 跟电炉的漏工自动控制器 如下图所赐 控制变速进入两度7M的变化 变为呢 以控制变速大小 成比例的指针关系 那这个漏工自动控制呢 主要有两个点一个DG 一个是KT 它一次跟第二次的位置呢 所知道输出情况会不一样 主要就是有这个MO跟NO MO这个马达NO这个图轮 来控制漏工的一个位置 当漏工的向下压时 石油纸指针力机内的位置 如在硬有纸指针XD的右方 当接触KT打开 就会合不掉 当石油纸指针向左超过硬有纸指针XD的位置的时候 下一次漏工压下接触就会关上 辅助电源接通 一直到石油纸针又回到硬有纸的右方时 接触点KT才会打开 六工压工压工压 máquina 是由一个小马达 带动途轮 一定的时间摞下一次 这个跟途轮的设计是有关的 好在本课程呢 说明了三点四功د器的工程 它具有的一些特性 以及它 由于两点四工程的工程的 另外我们也举出几个3.4产用的控制器的工作原理做一个说明 谢谢